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975年2月 陈仙在国并捕捉到一只新品种的凤蝶 这只凤蝶后来经过伦敦大英博物馆 蝴蝶权位的证明之后 就以陈仙的名字来命名 他是一百年来第三位亚洲人 有这种特殊的光荣 另外两位是西津人 那么陈仙呢 为什么会有这份光荣呢 待会呢 请听他向你们解释 同时也请观赏陈仙 所捕捉到的蝴蝶 以及植标本的方法 请陈仙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的蝴蝶品种 在马来西亚我们的蝴蝶品种大中小型 大概有1105种了 那么其中大中型的是414种 小型的呢 就是691种 大型的可以说是在四寸以上 我们叫大型 那么两寸左右的 那个是长开来的翅膀的时候 两寸左右的是中型 那么一寸以下的我们是属于小型 那是比较普遍的呢 这些比较普遍的是凤蝶 在半岛 我们凤蝶是比较普遍的 凤蝶 这些都是比较普遍的 大型 而且也是很美观的 那么小型和中型方面 中型的是虎斑蝶啦 玫瑰蝶那些 还有一些就是 那个 范茄那些一类啦 那么陈珍你自己本身呢 收藏有多少只蝴蝶 我所收藏的蝴蝶 和昆虫 大概有25000只左右 其中 有些是外国的 我们邻近国家好像印尼 南美洲 台湾 这那几类比较漂亮 比较美观的蝴蝶 那么大部分是本国的啦 那么 大部分是我亲自所抓到的 在我所收藏的本国蝴蝶里面 有750种是本国的 那么在外国的蝴蝶当中啊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呢 有 好像印尼的蝴蝶是世界上很特别的蝴蝶之一 美丽的色彩 大型 而且 蝴蝶也是很吸引人的啦 那些是蝴蝶一类 还有就是台湾的蝴蝶也是色彩很美丽的 还有南美洲的蝴蝶也是非常美丽的 而且是各种各样大型的队友啊 有没有一些特别珍贵的 有 在我的收藏之中 好像我们马来亚的蝴蝶 我有那个Rajabruk是半熊池啊 还有就是 好像台湾有一只蝴蝶 我是收集到台湾的蝴蝶 有三条触须的 普通一只蝴蝶 是只有两条触须而已 但是我所收集的那只蝴蝶 是三条触须的 其中两条是在左右分开 那么一条是在左边的下面 生长出来 这只珍贵的蝴蝶 我曾经请教过台湾的一个蝴蝶专家 那是陈伟寿先生 他说如果这只蝴蝶是三条触须的话 那么这边是举世无双 可能是举世无双的 这珍贵蝴蝶之一 我们也知道陈先生 你曾经抓到一只很珍贵的蝴蝶 请你介绍一下 是的 这是一只在1975年 所抓到的那只蝴蝶 这是世界上只有两只 我所抓到的是第一只 那是在1975年2月 在Goping的山区所抓到的 那时候我所抓到的时候 就抓到的时候 马上就向英国的博物院报告 因为英国博物院是世界的权威 蝴蝶的权威 所以我们向他做了一个报告 在大概三个星期之后 我又发现到另外一个朋友 也有一只同样形状 同样色彩的蝴蝶 那么我也向英国博物院做了报告 这两只蝴蝶 现在都在英国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那只蝴蝶是以呈现你来命名的是吗 是是 那就是Pepileo Menom Agona 呃 词形 以我的名单阿沙弗来命名 命名者是Cernal Elliot 呃 能告诉我们呢 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 呃 一个人呢 才有资格以他的名字为蝴蝶命名呢 这个资格呢 第一个条件就是 这只蝴蝶必须是第一只被发现的 以前也不曾有个记录的 那么第二个资格呢 就是要证明它能够传种 这只蝴蝶能够传种 为了要证明它能够传种 就必须要有第二只 第二只的蝴蝶 一模一样的 跟这只第一只的是 一模一样的形状色彩 啊 各方面完全同样的 那么就证明它能够传种了 陈陈 既然你有一只 呃 克拉先生也有一只 为什么不以他的名字命名 而以你的名字呢 哦 因为我这只是第一只 我自己所捕捉的啦 那么它呢就是第二只啦 所以要命名呢 应该是以第一个捕捉到的 来命名啦 而不是以第二只啦 第二只只能够证明 而不能命名 我们也知道这个蝴蝶的名字 是丹那萨西伊利尔 那为什么后面有一个伊利尔 这个名字呢 伊利尔是 克拉伊利尔那位是一位 专家蝴蝶的专家 他为这只蝴蝶命名啦 在1980年的时候 他为这只蝴蝶命名啦 那你的名字是丹阿萨 为什么还有一个爱在后面呢 那爱我对这些研究不多啦 我想它可能是属于丹阿萨这样的意思 现在那你有没有两只呢 也有 哇 这只蝴蝶是两只 我没有两只 那么这只蝴蝶本身是两只 第一只是我捕捉的 那么这两只 现在第一只 我已经把它交给英国博物院去保存 第二只 是在 Professor Clark作为研究 解剖研究之后 他鉴定 这是一个新的形 然后 在它的收藏里面 蝴蝶可以饲养吗 可以 蝴蝶可以饲养 蝴蝶 蝴蝶 我们可以饲养一些比较普通的 像我们环境所接触到的啦 好像 蜂蝶 蝗蝶蝶 还有就是 虎斑蝶 那个是在我们环境 时常能够遇到的啦 我们可以种它的 Food Plant 那个就是所谓 毛虫的饲粮啦 毛虫的粮食 所需要的那种树 那么我们种了 蝴蝶自然会来生 产它的裸在树上 那么 那个裸经过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它可以孵化成一只很小的毛虫 再经过两个星期 或者三个星期 里面 那个毛虫经过三四次的退化 每一次退化 长大一点 那么到第三个星期 它就变成一只熔 掉在树叶底下 或者我们墙壁 或者在树枝那边掉着 再经过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那只熔就在一个晴郎的早上 太阳照射的时候 然后鱼化 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飞掉 这样 那么假如你要养的话 怎么样防止它飞掉 那个 我们养了 在它变成熔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的熔 收集在准备好的龙里面 在龙里面 它腐化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抓它的蝴蝶 避免它飞掉 那么是否要用特别的食物来喂呢 不必 那个熔是一个前腹 其就是它不刺 不变 那么它在里面慢慢羽化成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在 那只熔在它购置子的时候 它就自己飞出来了 还有就是一只蝴蝶它一变出来 它的形状大小已经定了的 不能再长大 蝴蝶的形状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蝴蝶 不要以为它还能够在自然环境中 能够生长 不能的 寿命有多久 蝴蝶的寿命呢 普通是两三个星期也有 三四个星期也有 如果它没有遇到其他的敌害的话 好像没有遇到其他昆虫和鸟类的敌害 它可以有五六个星期的寿命 但是普通一只蝴蝶 它出来蝉裸 到变成成蝴蝶 它的 比如说它蝉裸有一百粒 那么它 所成蝴的时候 大概只有二十八千左右而已 因为在自然环境之中 它有那个天地 就是物净天折的原则之下 其它的昆虫鸟类都来 来破坏它 来吃它 所以它的巴仙素很低 可以谈谈自作蝴蝶标本吗 可以 我们自作蝴蝶 最好是在当天捕捉蝴蝶回来之后 那么放在一个制作板上 制作板中间有一条钩 那条钩是来藏蝴蝶的脚和它的身体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蝴蝶的翅膀展开来 展到它以最美的形状了 我们看到它好像很平衡 两边都很平衡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钉 用那大头针把它插起来了 插了 那么打一支防腐针 普通的防腐针是formaline 那么放在阴凉的地方吊杆它 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撤下来 那么撤下来 我们最好为了要收藏嘛 最好就写上日渠 写上它捕捉的地点 然后放在收藏箱里面 不能把它镶起来展示吗 能 那个展示不耐久了 因为 直接和间接之间 阳光反射和直接照射 还有原子灯的照射都会使到蝴蝶 本身褪色 不能 呃 长久了 最好是收藏在木箱 那个密封里面的很密的封 长起来的木箱里面 那么我们大概六个月左右 要加一些蟑螂之类的防腐剂 以免那些很小的一些幼虫去侵害它 这种标本怕潮湿 潮湿是很糟糕的一回事 因为我们这里气候啊 在年尾时常是潮湿的啦 所以呢 一潮湿呢蝴蝶就会发霉啦 所以要 那个收藏箱一定是要很密 密到不能透风的最好 陈生什么时候开始收藏这个蝴蝶 我开始 兴趣蝴蝶是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啦 那么开始收藏是在1974年 1974年收藏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 怎么样引起你的兴趣 那时候是看到老师有很多的收藏 那么他们的收藏 有各种各样美丽的彩色的蝴蝶 我非常欣赏啦 那么从那边我就 希望自己以后也有一套很齐全的蝴蝶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到 收藏一些外国的蝴蝶啦 只是收藏我们本地的蝴蝶而已 那么可以谈谈你收藏蝴蝶有些什么趣味嗎 收藏蝴蝶很有趣味 我们在一地可以打发我们平常的时间 第二我们可以当做一种很好的运动 上山啊爬山 还有也可以去野外有很美的山西 那么也可以去游水啦 那可以谈谈各地出产的蝴蝶有些什么不同 有在我们马来西亚半岛 当然是霹雳洲的蝴蝶 与其他东海岸的蝴蝶都有不同 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 好像说蝴蝶就在最终的主要山脉 主干山脉这一带啦 那么在东海岸就比较少 那边的蝴蝶可能小只一点啦 那么我的收藏呢 多数是自从在霹雳洲还有南马 北马这一带啦 东海岸那些我希望改天有机会 能够去那边捕捉一些东海岸的蝴蝶品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